好,各位朋友,往往都应该喊你们一声伯母 在你们面前我变成小朋友,年轻的年轻人 感谢你 那也很谢谢申心宁协会办的这个演讲 申心宁协会的那个秘书长是孙安迪医师 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同期,研究生的时候就认识 但之后好像没见过一两次这样子 不过反正我知道是他在办的,我们本来就很熟的朋友 所以我也很乐意来这里做这样的演讲 其实我本来跟他定的题目是 什么样的业力轮回可以造就 现在的你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题目太诡异了 那就要我换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题目 那我就,因为我最近常常在讲这个题目 就用周易六瑶跟国学智慧的整合 那我想这个题目也很合适 有机会在别的场合再讲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就是我自己一直在做这个中国哲学的研究 从大学硕士博士到教书二十几年 我都在做中国哲学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 必须要结合到现实生活 还有结合到人生的问题 然后《易经》这部著作呢 它刚好有一个理论模型 既可以结合到现实生活 又可以结合所有的人生问题 又可以把中国哲学 儒家道家佛教的一些精彩的东西 那么放到这个《易经》的这个模型里面 那我后来最近这一两年就一直整合一直整合 把我过去所学的这个 儒家道家佛教的理论 放在这个《易经》的这个架构里面 那么透过这个架构 来呈现我们这些传统的智慧 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先跟在座诸位伯母们 介绍这个《易经》六洋的架构 然后我告诉大家怎么理解以及怎么应用 那《易经》六洋架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易经》大家可能都看过 它有64个卦 那64个卦我现在简单讲 64个卦就是64个人生的 情境或人生的问题 或64个生命的课题 那因为有这么多的课题 那针对于这些课题 你怎么去应对进退 那它就告诉我们怎么应对进退 64卦就是64个主题 64个事件 结婚啊 战争啊 出远门啊 旅行啊 这个治理国家啊 然后国家要衰退啦 或者是那个新的政权要诞生啦 两方面的冲突啊 各方面各方面的 就是64个问题 但是它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所以把它分六个阶段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六个阶段 或者说六个位阶来分析这个问题 所以你在不同的位阶面对这个问题呢 是会有不一样的解决的方案 那这个六个位阶是什么意思呢 六个位阶就是 因为易经是周朝初年的时候 编写出来的这个经文 周朝初年就是江太公 江子牙 他们打败了商咒王 我们小时候明天故事都很熟悉的东西 打败了以后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这个新的王朝呢 有中央政府 然后地方政府就分封他们的 国君的兄弟啊、亲戚啊 到地方政府也是当国王 反正大家都是君王 但是有中央的君王 跟地方的君王 中央跟地方就有一个上跟下的关系 这个上跟下的关系就像我们中华民国总 这个总统跟台北市市长 高雄市市长这样的一个关系 一个是中央、一个是地方 只是以前是这个军权 那我们现在是民主政权体制 都是选举 不是靠打仗打出来的天下 那他们就发现就是说 处理任何事情呢 这个要看自己在整个社会阶层当中的哪一个位阶 然后再来处理事情 那这个位阶呢就中央高层的三个位阶 所以地方基层的有三个位阶 碰到一件事情 你在哪一个位阶 你的命运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的反应模式也不一样 那地方基层就一二三 中央高层就四六 那我这边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 一 就刚刚进去这个组织 刚刚进去这个社团 刚刚进去这个公司 二呢 就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受到肯定 那成为业务承判人 或基层的主管 就是你有了专职的工作 大家过去如果这个有工作的话 你可能进入一个机关之后 几年之后啊 他叫你做一个小小的主管 之类的 或一开始做的都是小业务 后来就让你专门的负责一个业务 那这就是受命了 获得基层的任用 基层的任用 你在年轻的阶段做个小主管 很愉快啊 那个小主管可能一做五年十年 已经没有什么冲进了 连小主管也不想做 但是你的又没有到高层 那你在基层的小主管也不想做 但你又不是那种刚进的人 所以属于这种资深人员 那就跑到第三窑 资深人员就是说实在的人家也不太好管你 你也有各种的能力可以帮单位解决问题 但是你会有点闲散 然后呢 你也可能会觉得很不满 会牢骚很多 所以那个基层单位 比主任年纪大的老的职员同事呢 如果不懂事的话 才会成为单位的麻烦 还不如引进新人 如果懂事的话呢 他会成为大家的好帮手 而他自己呢 也会非常的快乐 如果他既懂事又有能力呢 他就会被拔捉到第四 第四窑就是中央的大官 就是从什么小科长啊 小主任啊 变成上面的什么大的长官 大的长官 这样子 那就是到了第四窑 第四窑就是到了高层 到了中央 到了高层以后呢 权力很大 可以做很多好事 但如果要干坏事 也可以干很多坏事 然后第五窑就是那个领袖 那个君王 第五窑就只有一个人 然后呢 第四窑跟第五窑 那古代君权是做到死为止 那他也可以不做到死 那个潜隆皇帝就做了六十年 不要再做了 就让给他的 退后太上 这就叫做到第六窑 或者是 这个行政院部会首长 卸任 换了政权就卸任 因为他曾经做过部长 曾经做过行政院院长等等 这样的一个大官 他卸任以后 他也不会是民间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但他没有任务 所以他就变成到了第六窑 地位很高 受到别人的尊敬 但是没有实权 到了边缘的这个阶段 好 那就是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进程 有些人就走到第三窑就停了 有些人会走到第六窑 你只要走到第四窑 就有走到第六窑 走到第四窑 不一定会走到第五窑 但有可能走到第五窑 但不管是第四窑跟第五窑 只要你走上第四窑 你一定会有到第六窑的意见 那你走上第一窑以后 你不一定会走到第二窑 有些人一辈子就还是在基层 那有些人就走到了第二窑 有些人走到第二窑以后呢 看他的心态 他如果 理想 充满了斗志 又非常的快乐 他不会说 小主管做了五年十年就 不想干了 算了 我辞这个主管 我还是留在单位 他继续做这个主管 也做得非常的快乐 或者就算他不做主管 他做高级的这些什么督导啊 编审啊 委员啊 访氏啊 这些职位 他做得很积极很认真投入 他也依附好像还是在第二窑的样子 就是说 这个活到老做到老 永远不退居第二线 那他一辈子在第二窑 有没有这种人呢 很多很多 基层的骨干都是这样 而退到第三窑的意思就是说 我自己的心情 对于我工作上的投入的热情 关注没那么大 我比较关心我自己家里的 甚至比较关心去旅行 旅游身体健康的这种事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第一窑就是新进人员 第二窑就是基层的干部 第三窑就是资深的基层人员 第四窑就是高层的主管 第五窑就是领导者 第六窑就是卸任的主管 还没有退休以前 还在机关里面 那之后也会离开机关 那这六个位阶 有一个固定的人生的命运 那个命运就是 你刚刚进去一个单位的时候 无所谓命运的好坏 机关里面有什么好事 颁奖也轮不到 机关有什么坏事要惩罚 也惩罚不到 谈不上有什么命运 所以那命运就还没开始 但当你得到了重用 得到了任命的时候 你就是很有荣誉感 觉得我很棒 然后受到了重用 然后呢 五年十年之后 你不想做了 或者是你被人家请下来 不要去主管 换别人做 但你又没有升上去 你就到了第三条 资深的人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 心态不平 嫉妒新的基层的主管 或者是愚怨恨高层的主管 没有把你拔着上去 如果抱持这样的心态的话 当然我保证 六七成的人都是这种心态 就会怎么样 凶险 会有危难 因为自己嘴巴的关系 因为得罪别人 别人也觉得你很麻烦 会找你麻烦 所以活在一个危险的状态 第三遥其实就是人生 通常就是人生最危险的一个阶段 因为角色不明确 不上不下 第四遥就是你做了大观 做了大观 很愉快 我已经做了大观 但大观是不容易做的 小观容易 小观只要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做好 大观呢 你还得顾及 你事情要做好 你还不能够邀功 你如果邀功 领导忌惮 同事忌妒 部署想说 功劳你一个人得 好处我们都没有 小观容易做 大观不容易做 小观我把事情做好就好 就是第二遥 做好了 长官自然会给我荣誉 给我利益 我也没有多少利益可以给别人 大观你就很多利益 你可以给别人 但你如果不给 别人怨恨你 大观可以成就很大的事业 这么大的事业 你成就了以后 功劳如果你一个人独揽 你的同事跟你的长官 就会忌惮你 所以事情又要办成 功劳又不能够独揽 利益又要分配给别人 但通常第四遥 六七成的人都没办法这样做 我做了大观 大权独揽 利益放我口袋里头 于是乎又怎么样呢 人家又恨你了 然后呢 又开始跟别人冲突斗争了 冲突斗争呢 心情也不愉快 不愉快呢 身体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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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这样子 退休以后呢 很多时间花在生病上头 没有办法健健康 快快乐乐的出去玩 所以在第四遥做大观的时候 是我们累积福报最重要的时刻 那尽量多让 事情多做 利益多让 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 长长久久 创造很多的福报 有很多的福责给子生 这是第四遥的逻辑 第五遥你要承担天下的安慰 人可以不做第五遥 但是有一部分人是充满了极大的影响 不做老大他会死 所以每次都来参选总统 那就是非做老大的那种性格 好 那有些人可以做老大 有些人没有机会做老大 那你一旦做了老大 我说小观容易做 大观不容易做 我现在说大观容易做 老大不容易做 大观容易做 皇帝哪有那么容易做 总统哪有那么容易做 天下安慰狗屁刀叨的事情 责任不做 天下安慰细于一人之身 大观还可以说 这个业务不过于我管 责任不在乎 那皇帝哪有什么事情 责任不在乎 你要做正确的人事分配 你要做正确的公共政策 如果你这两点做不好 人家就想把你推翻 所以你还得照顾自己的权位 免得自己的领袖的地位 被人家拔掉 法家寒妃子就整天提醒 你的领导者的地位 不要被人家抢走 因为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想当老大 还有很多人想当老大 你下面的那些第四要的大官 也想当老大 甚至你身边的老婆、儿子 都搞不好希望你早点死 权力就可以到他们的手上 如果是国君的话 所以作为一个国君 所有的权力在你的手上 但你的权力呢 也非常容易被别人偷走 所以你要十八般无益 所有的个性跟能力都要具备 才能够巩固好自己身体的权力 并且呢 把国家治理好 把公司经营好 把政党管理好 把国家治理好 那你就需要两种 一个是人事分配的能力 一个是政策决定的能力 一个领导者不能够不知道 国家最重要的政策是什么 然后我的主张是什么 你如果没有政策就不要当老大 很多人只想当老大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治理国家 他从小没有去思考治理国 他只是想抢权力 抢权力 所以有理想的人想了一辈子的政策 然后去当领导者 这是最好的 但是有理想的人想了一辈子的理想 当了领导者 如果他没有人事管理的能力呢 那也是一场灾难 所以呢 人事管理的能力呢 在他从小的做事情 跟别人互动的经验当中养成 懂得看 懂得用 那这些都是 我待会再讲 国学里头 很多相关的理论 会涉及到 所以呢 小官容易做 大官不容易做 大官容易做 大官容易做 国君不容易做 没事不要做国君 要做国君你就要有准备 你一天48小时都是人民的 不是24小时是人民的 就是你怎么做都不够 要有这种自觉 否则就不要做那个位 因为想做那个位置的人多的是 好 到了第六摇 一定要理解一个道理 任何稳定的组织 只能有一个领袖 你已经从领袖的位置上退下来 就不要干预 否则天下一定是平衡 从天下的安宁的角度 退休的这个国君 卸任的国君 卸任的元首 那么退居第二线的前任董事长 就是不要管理事情 一般民间社团 有这个社团的这个理事长 那理事长有任期 一任 两任戒满了 第三任不能再连任 那你就卸任 卸任之后 你不要干涉下一任理事长的作为 那常常还要干涉下一任理事长的作为 那甚至就是说 下一任理事长只是你找来的 谁开的 你还是在不断的指挥他 你这是不符合主持的精神 你既没有办法让他 真心真意的权力投入 然后有一种心血轮的替换 那你一直把持 最后这个社团就是越来越萎缩 所以到了第六遥一定要退后 退后之后怎么办呢 人生还有一件大事 每个人最后都要进入泥土里面 面对这件事情 可以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吃饭是这样 然后哪一天轻轻松松 笑一笑就走了 也不会害怕 因为那边的朋友更多 我觉得大概过了90岁以后走 应该都是很轻松很愉快 心理上也不会觉得 惶恐害怕 也蛮够本的 然后从六十几岁到九十岁 我都是身体健康 那多好玩 玩了三十年 玩了十年 我这个PPT的第一页就是 庄子讲的 大快载我已行 老我已生 易我已老 喜我已 就是这一段话 庄子 庄子的哲学就是 我待会要讲 它就是第三遥的哲学 就是在基层 不做大观 也不做小观 他做自己 人生看得很透彻 生命就是从 湖中来 从泥土中来 最后又回到泥土里面 宅我已行 喜我已死 中间分一半 老我已生 易我已老 这样子 那在座诸位 你们老我已生的阶段 差不多都过完了 我现在还在过 老我已生的阶段 但是后半段就是 易我已老 易就是让你快乐 后半段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让自己快乐 你让自己快乐 别人也快乐 让自己健康 别人也不需要伺候你 招呼你 当你活到九十几 一百多岁的时候 你会畏惧死亡吗 完全不会 因为那边的朋友更多 太多了 我们的身体 心理 各方面的 都非常的愉快 冯光山的 那个 那个师傅叫什么 在南华 南华大学的 会会会会会 师傅 教授 他就讲这个 人的身体 就像电脑一样 电脑用久了 或者用了很多很多 然后你到时候 一页一页的把它关起来 正常的关起来 那电脑就非常的顺的就关起来 如果突然这样把它摔到地上 它突然关机 那电脑下次可能就打不开了 但是如果你慢慢的关 慢慢的关 慢慢的关 慢慢的关的过程当中 人的身体自然而然 会适应那个过程 从头到尾就是没有什么痛 轻轻松松的 很愉快就走 那我们还要讲一个观念 就是 从佛教的观念 或从东方哲学的观念 或者是从所有的宗教的观念 就是 所有的宗教都主张一件事情 就是人都有死后的生命 所有的宗教都主张 没有哪一个宗教主张 人有死后的生命 所以生命会不断的来回 不断的来回 那既然如此 这一生呢 也不必非要什么不可 然后呢 也不必 就是说 畏惧那一天的到来 还有下一期 所以 前面老我已生的阶段 就努力工作 尽责尽奋 后面 亦我亦老的阶段 你可以说 重新上小学 为下一次的人生 做新的准备 重新上小学 为下一次的人生做准备 这一次的人生的前半段 这以前我们为自己准备好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机遇 这样的命运 活在这样的时代 碰到这些人 这些好人 这些坏人 那等到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 五十几、六十几 退休了以后 后半段的时间 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四十年 快快乐乐的享受现代生命 以及 我们以前小学念六年了 现在可以念三十年的小学 重新念 重新学习 为我们下一次的生命 来做准备 好 我现在还回来刚才那个 一经的结构 所以到了第六摇 过了五十岁、六十岁 卸任了 退休以后 一定要有一个态度 儿孙子有儿孙子 事不关己 人家关心 他们的权利跟利益 你的心只会比你更强烈 人要关心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时候就要从第一线退下来 快乐 然后游山玩水 然后学习 然后哪一天面对自己人生的大事 请注意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期待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期待 我们出生的那一刻我们都忘光光 那也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我们最后还有那个事先也是自己要去认对 好 如果这样看的话 所以人生在第一摇的阶段 刚进入一个祖师 各位伯母 你们现在也有可能去参加某个社团 你刚进去的时候 人家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团体 你就是这个第一摇 你有再多的人生经验 你也不必讲太多话 当进去一个组织就是沉浅 为了学习 低调 不要张扬 你讲什么人家也不听 因为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人脉 到了第二摇呢 人家开始给你一个小组长的任务 那是什么事情 你就承担 然后来学能力 然后付出呢 然后你可以得到荣誉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小学老师教小学生 小学生 表现好 一定给他一个好学生 的一个奖品 或者是奖状 一定要给他鼓励 那小学生就会觉得非常高兴 受到了鼓励 所以当你开始受到肯定 负责 把事情做好 扮演好你的角色 你会得到很多的荣誉 但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当你长大了以后 你把事情办好 你不要再要荣誉 因为那是你该做的 你如果还是为了荣誉而做事 那你还是小学生心态 其实你还没长大 每一个人都应该服务 都应该做事 都应该为社会 这个社会是很多人的服务奉献 才有今天的这个样子 所以呢 你要为社会服务 做出奉献 然后不要炫耀 不要邀功 人物志告诉我们 人的个性都是这样子 自己好表现 见不得人好 会嫉妒别人 所以有能力把事情做好了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不要邀功 才会不惹人讨厌 但是你在基层 你事情做好了 只要长官有智慧 一定会给你荣誉 我只是提醒 当你长大以后 不要再要荣誉 要荣誉是小孩子的心 长大以后就是要付出 不要荣誉 至于你该得的利益 其实也不会少 你都是贪得的利益 得不到 你要那些愤怒 其实该得的利益 就正常的薪水 有一毛也不会少 但你除了拿薪水做事 你贪得很多额外的东西 所以你才会愤怒 才会跟别人竞争 动争 你的人际关系就不好 你的心情就不好 很抱歉 身体就会不好 心情不好 肯定身体不好 人家亦我亦老 要快快乐乐 玩三十年四十 那你这边生病个二十 然后就走掉了 那不是很亏本吗 所以心情要好 身体才会好 所以当我们长大了 为社会服务的时候 不要再要荣誉 不要再要额外的利益 就不会不愉快 到了第三摇呢 如果你能力强 你有机会到第四摇 但你要忍耐 你不忍耐 轻视别人 愤世寄死 你就会惹来灾难 所以忍耐可以避难 如果你不想到高层 到高位的话 那你就第三摇 这个位阶 其实就是你人生最快乐的位阶 上不上下不下 我既不需要做基层的主管 负担那么大的责任 我更不需要做高层的主管 负担更大的责任 在基层要做的事情 我的专业的能力 我早就能够应付得绰绰永远 我花三分力气 就可以赚一个月的薪水 我剩下七分的这个力气 可以做我自己的 做我自己的快乐的事情 我可以练气功 我可以去旅行 我可以看好看的戏剧节目 甚至我家里如果有年纪很大的长辈 因为身体不好需要有人照顾 我还可以腾出时间 来照顾这个长辈 有些人就甚至提早退休 因为家里有长辈 要照顾等等 那如果你是在第三摇 其实你时间是比较宽裕的 但你如果是某个主任 你怎么可能又主任工作做好 又照顾你家里长辈 如果他躺在床上不能动 但你现在不是主管 所以你请假也容易 早一点走也没有什么事情 反正单位也会 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人家也不会太要求 这是一个最自由的时候 就是自在得解脱 所以第三摇要就是看人生的智慧 天下也不需要每个人都做大观 有能力少数人做大观就好 绝大多数人就可以快快乐乐追求自己的幸福快乐 但重点就是你要看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不能没有的是什么 然后要的东西太多 矛盾冲突 就有很多你要的东西得不到 那你就会自己会痛苦 第五摇就是大观 一定要跟别人合作 而且利益要懂得给别人 然后处事要圆柔 那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报 并且在这个阶段呢 是为社会服务最好的职位 因为你权力大 位高 但是呢 做坏事也是最有可能 因为你位置高 权力大 所以少做坏事 多得福报 到了第五摇就是领导者 政策跟人士 政策要自己好好的研究 否则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你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是不对的 国家该走哪一条路 公司该发展哪一项的产品 你如果判断错误 公司就亏本 国家政策也是一样 你带领错误 国家就退步 所以你能够 没有政策的能力吗 能够不知道 什么是对的政策吗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政策 你千万不要做 第五摇的领导者 所以政策一定要 下苦功夫去研究 找出最好的政策 人士也是一样 身边要很多人能够让你用 那你要把它用在对的地方 有一部书叫人物志 就是告诉我们怎么用人 守土 安天下 创造百姓的性 那 第六摇是快乐或安闲 处理自己人生最后的事情 很多人都忘了自己还有自己的事情 都在管天下事 管儿生事 管别人的事情 管得越多 人家越讨厌 何不不管而只管自己呢 好 那么这个 学校我就稍微再讲一个观念 就是 有些人终生在第一摇 社会底层的劳动族群 那么对于这个第一摇的朋友们而言呢 他其实比较没有明确的 我人生一定要怎么样 或者他的工作呢 也是很容易流动 也许门槛不是很高 所以替代性也相当的高 那这样的一个族群呢 因为比较没有太明确的 生命一定要追求什么 所以似乎日子怎么过都可以 那我要强烈说 这一群人就是第二摇以上的人 要照顾的对象 第二摇就是社会开始往上阶层 高什么 那照顾第一摇的 第一摇的人数基本上有一半 社会一半是第一摇 甚至多于一半 第二摇以上是不到一半 所以 甚至超过一半的人在社会基层 做这个工作也可以 做那个工作也可以 在这个工作上班也可以 在那个工作上班也可以 在这个单位也可以 在那个单位也可以 他做的事情门槛不是很高 难度不是很高 可替代性也很多 自由自在快乐的生活这样就好 这就是一般的这个平民老百姓 民众的生活 到了第二摇是社会基层的骨干 谁是社会基层的骨干呢 像我们这种做老师 在第一线工作 像警察第一线 各个派出所 各个派出所 负责地方的治安 像居人 在第一线 公务员 在第一线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 社会基层的骨干 那如果一个公司 就是基层的主管 那就是第二摇 会不会有人终生在第二摇 当然会啊 其实所有的老师就是终生在第二摇 老师这个阶级不是什么社会 所以你老师的身份变成教育部长 老师的身份变成什么部长 那你变成社会高层 否则老师就是基层的 第一线的 面对群众 而且做到我们退休为止 所以就是说一辈子是第二摇 那公务员也是 第一层的公务员都是一辈子 这种一辈子在第二摇的人 就是我们中国哲学里面讲的儒家哲 儒者就是干这种事 儒者呢就是一直在第一线 在基层 然后做管理工 为百姓 所以他需要有服务的人生观 而且呢 永远不会觉得说 没劲了 累了 想要放弃了 懈怠了 永远不会 所以我们要感谢很多好的老师 甚至医生也是 卫生所的医生 地方的医院的 大医院的医生也是一样 从整个社会外界的角度 他就在第二摇 然后呢照顾民众 民众百姓 我说过第一摇的人数超过一半 那第二摇就是 有自己的一定的专长 明确的角色 角色的自觉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做老师的做老师 做警察的做警察 做医生的做医生 明确的自觉 那这些人呢 最好的人生观 就是儒家的人生观 儒家的人生观 就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这样子 然后第三摇呢 一些个体部啊 自由业啊 艺术家 音乐家 气公司啊 等等 或者呢 在那个 工景好的地方 盖民宿 然后煮好吃的东西 自己就整天都在玩 然后人家来玩的时候呢 陪人家玩又可以赚钱 这样子 他一种情况就是 单位需要有一种 派到外地的 派遣人员 他也像是第三摇一摇 外交官也像第三摇 外交官当然地位崇高 但是从国家体制的角度 你管不到中央的权力的事情 所以不是第四摇 当然也不是第二摇 所以也很像第三摇 这样子 或者是基层的资深人员 资深人员就有点像在过纳粮的生活 这些人就是这个第三摇 人们在坐过第二摇了以后 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会变成第三摇 这种形态 或者是人们 本来是第一摇社会底层的劳动族群 但他有他自己的生命的追求 这个生命的追求呢 跟其他的底层的劳动族群不一样 劳动族群就用一点点的 这个体力劳动 然后换取这个薪水 然后就这样安稳的过一生 但第三摇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要靠我的体力劳动 来安稳过一生 我有我想追求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并不是为社会服务 这个东西就是做我自己 我练气功 之后我教气功为生 然后呢 这个 我喜欢音乐 然后呢 我一辈子教人家音乐 教人家弹钢琴 我一定要有不错的收入 我可以过很自在快乐生 但我在追求我的音乐的生活 这样的一种形态的人 从第一摇也没有经历过第二摇 就开始过向第三摇 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 庄子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类型 我们这个社会需不需要这种人呢 是需要的 但很多爸爸妈妈 无法容忍我们的子女变成这种人 但我们社会是需要这种人 如果有人气功很好 看到你摸 知道你哪里有问题 给你扎两针 然后你病就好了 那不是很好吗 那如果有人这个音乐很好 能够创造出很好听的音乐乐曲 播放出来 让大家心情非常愉快 那不是很好吗 但一个玩音乐的人 他不会想做大观 他甚至不会想要赚大钱 他的任何时间空间地点 他都可以玩音乐 他都可以享受 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受不了 我儿子女儿怎么过这种生活 那这就是第三摇的人 也有很多人可以是这样形态的人 但我们这个社会 其实非常需要第三摇 因为第二摇跟第四摇 都很紧张 而且都很狭心 都很矜持 为了扮演自己的角色呢 常常会虚伪 然后呢看不清楚 那也看不清楚别人 就需要这种音乐家 艺术家 天真可爱的人 第三摇 在旁边做润滑剂 这第二摇跟第四摇 这些做官的 还不会起冲突 还不会过度虚伪 甚至不认识自己 所以庄子哲学里面 讲一些很可爱的人 在国君身边 然后让国君觉得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轻松 如果我们大家有工作职场的经过 我们在职场里头 可能跟同事斗争 可是职场里头 可能会有某一两个同事 他从来碰到人家斗争 竞争任何事情 也不会想要任何的更多的薪水 或更高的地位 他就快快乐乐做他的工作 也不会跟任何人起冲突 你反而会想要找他聊天 跟他讲讲自己的心思 你也不用担心他会把你泄露 因为泄露你的心思 不是他的目的 这样子 他就是快快乐乐过日 所以他就成为公司的润霸季 他就像一个天使一样 但这个天使他整天快快乐乐 但做天使的爸爸妈 可能会说 我的儿子为什么不努力 再努力一点 然后常常去陪长官聊天 去陪长官打高尔夫球 这样可以生主任 你问题是你儿子 就对生主任完全没有兴趣 可是就因为这样的人 反而可以让 这些做主任的、做大官的 有一个心情可以发疏的对象 因为他们就是来做天使 所以当人们在第三摇的时候 你就把自己当做主任 人们在第三摇又不甘于第三摇 你的命运就进入凶险的状态 如果你还想为天下人服务 你放心好了 只要你忍耐 然后继续为第二摇跟第四摇服务 哪天第四摇有空缺 第四摇希望你上去 第二摇也希望你上去 你在第三摇的时候 就讨厌别人 跟别人起冲突 第二摇也讨厌你 第四摇也讨厌你 当第四摇有空缺的时候 其他的第四摇不希望你上去 你下面的第二摇更不希望你上去 那你肯肯就上不去了 所以人总之永远要心情好 认识清楚自己的角色 那这是第三摇的角色 然后呢 第四摇呢 就是高层的主管 人会不会 人要到高层的主管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三十几岁就到高层主管 那你太幸运了 有些人四十几岁才能到高层主管 甚至要五十几岁才有机会到高层主管 甚至门槛更高 六十几岁才能到高层主管 所以当然高层主管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人生打混了大半辈子 才有了今天这个位置 那就要更战战兢兢 把事情做好 不要跟别人斗争 那第五摇领袖老板 那一万个人一个 一百万个人一个 一千万人一个 一亿人里面一个 中国到了还得十五亿人里面才有一个 那 那这绝对是人中之龙 人中之凤 少之又少的人 好 还有一种人是第六摇 第四摇 第五摇 卸任可以变成第六摇 但也有人根本没有上第四摇 他就会变成第六摇 什么是第六摇呢 第三摇扮演的是自己的角色 第六摇呢 就这个 在最高的一个荣誉的一个位置上 反而呢 可以做一些 对整个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第六摇其实就是大家的典范 有一些慈善家 宗教师 他已经不是社会体制里面的 第二摇跟第四摇的大官 完全不是 可是呢 因为他 有典范 所以 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对象 比如说像宗教师 或者是慈善家 那到了第六摇 如果是第四摇 第五摇卸任的话 那一定是社会贤导 像国策顾问 那还有人呢 就是 没有到第四摇 就自觉的 跑到第六摇 就是 那就是什么 我大概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叫做入世的观念 跟初世的 那直接过初世的生命 宗教师就是直接过初世的生命 宗教师就是不是第二摇的地方的主管 也不是第四摇中央的主管 他就是社会体制的权利利益 就不要了 不要社会体制的角色 成为宗教师 然后呢 为天下人服务 他有一种人呢 一出生就差不多已经走到第六摇 富三代 贵三代 他出生以后他的任务就是 快乐平安的长大就好 这一辈子 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所以他爱做什么都可以 也不一定要做大观 他光这个守着家业 已经一辈子轻轻松松 所以就好像不用努力已经是社会 过最好的生活 最优渥的生活一群 就像直接变成第六摇 那他可以浪费他这个福报 也可以把握这个福报 为善不予人知做一个慈善家 无名事的捐款 因为他不需要那些名 那些名都小于他的父亲 他的爷爷被 为社会国家贡献所得到的那些名 他们不需要那些名 所以他做好事可以真正的做好事 做艺术家可以真正的 无后顾之忧来做艺术家 平民家庭的人要做艺术家 爸爸妈妈还会责备 因为不去赚钱 结婚以后太太还会责备 你从不去赚钱 那这种富三代贵三代要做艺术家 最好家长就希望他过这种安稳的生活 所以呢 人生很不一样 终生不一样的这个结构 好 大概把这个生活的这个 这个六个位阶 跟大家做了介绍之后 然后我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观念 叫做入世跟出世的观念 好 什么是入世 就是 什么是世 就是世间 世间是家庭 公司 学校 国家 就是有体制 家庭那就是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儿子孙子 公司呢 董事长 总经理 科长 然后职员 学校呢 就有老师啊 学生 然后呢 政府呢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这些都有一个特色 人间性 群体性 群体就是很多人 体制性 就是有位阶 服务性就是 需要靠这个体制 来做服务 那么我办一所学校 就是学校教育学生 这都是服务 包括我搞一个社团 社团就是要为社团里的成员 社区居民委员会 这就是人间的 这是体制 它是群体 居民委员会要干嘛 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干嘛 管理委员会要干嘛 那是为社区的居民 所以体制就是要用来服务 这叫做入室 在世间建立体制 为群体服务 这就是入室的 群体的 还有一种是出室 出室只是非群体 出室不是说 我们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当神仙 出室就是非群体 就是个人 既然是个人的 群体会有很多群体的压力 群体的观念 要有钱呢 要住好房子 要开好车子 会有这些附带的世俗的价值 那如果是出室的话呢 才不管这些世俗的价值 我为什么要做大官呢 我为什么一定要很有钱呢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头等舱呢 之类的 我追求我个人 所以为了个人 为了自己的 音乐家 没有什么阶级 器公司也没有什么阶级 运动员也没有什么阶级 我们追求那种个人工作室 所以人其实可以同时有入室的角色 也可以有出世的角色 我有在家庭当中父母子女的身份 但我也有我个人追求自己的兴趣 我喜欢打桥牌 我喜欢运动 我喜欢听音乐 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为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给我自己的 所以都是个人 然后呢 没有什么阶级 这样子 这种初世的人生观 它有它的理由 这个理由呢 可能是庄子的理由 人 从泥土中来一无所有 最后又要回到泥土里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官 跟小职员 死了以后都是泥土 他死了以后也是泥土 我死了以后也是泥土 他地位是平等 所以我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追求做大官 追求做大使 追求人上的人 这种社会的角色 我做我自己的角色 这样就出世了 这是庄子的理由 庄子里有两种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神仙 那我就佩可 比如说佛教哲学 初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生命是无止境的轮回 死了以后再来 死了以后再来 那干嘛要这样轮回呢 就是要追求成为绝对的智慧 绝对的觉悟 当然也有可能 因为你自己的习气的关系 所以呢 制造了很多恶业 业障 然后自己承受 然后呢 这个越活越 越痛苦 越活欲望越大 然后变成动物 越活欲望更大 然后变成恶鬼这样 畜生等等 地狱这样 那这是佛教的世界观 所以因为知道生命是不断的轮回 而且可以不断的超越提升 所以这一生的这个阶段 是为了最后终极的自觉的生命做准备 而不是人间社会体制的大观的位置 我就算在第一摇我也可以为天下人 我在第二摇我还是为天下人 我到第三摇我还是为天下人 我到第四摇我还是为天下人 我到第五摇也是为天下人 我到第六摇也是为天下人 我到第六摇也是为天下人 等服务 好 那 这个 摇位的阶级是世俗性的 体制的 是入世的 对我来说是失去了意义 我今天如果是个宗教师 我本来就不在社会体制 好 那我今天如果是 这个 我有了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观念以后 那我来讲这个东西 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讲 不管人家认为我的身份是什么 我自己也不需要什么客观的社会的身份 那又变成入世 所以追求这样的一个这个彼岸的生命 成为我的理想 所以以后呢 这又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 那这种出世的这个人生观呢 就是理解到生命还有死后的生命 死后的生命可能是更永恒的 要为那个更永恒的生命呢 来做我们今生该做的努力的事情 而不是在社会体制上说 我一定要到第二摇 第二摇一定要爬到第四摇 甚至要跟人家竞争 把人家斗倒变成第五摇 我就不会这样想事情 你要为天下人服务 你什么身份 什么位阶都可以为天下人服务 这就是入世跟出世 那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有哪些是入世 有哪些是出世 入世的怎么讲 出世的怎么讲 儒家就是最入世的哲学 所以我刚刚讲第二摇呢 就是儒家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他就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仁义理智就是人生的目的 然后呢 道家的老子也是入世的人生 老子哲学告诉我们 让可以得天下 不自私 可以让人家追随你 信奉你 以你为领袖 当你成为领袖 你就可以为天下人服务 所以呢 要为天下人服务 那必须人家信服 信服你就是利益要归给众 如果能够利益归给众人 你永远可以当女凶 所以一个人做事 成功了 功劳是他的长官的 做事的过程当中的权利跟同事分享 做完以后呢 有利益给自己的干部 创造出来所有的资源都是百姓的 这样的人 下一次又有事情要做的时候 大家还是请他做负责 所以 我常常讲说 老子的哲学是保你做大官的哲学 只要你做了大官 你不想从上面退下来 你只要用老子的哲学 就可以永远做大官 大家去想 那种在大官的位置上做很久很久很久 不会下来的人 一定通通是老子的哲学 东老绝对不会独揽 权利绝对不会独揽 利益绝对不会独揽 资源绝对不会独揽 什么都分给别人 大家都从他身上得到好处 他永远是做大官 一般人做大官看不透 做大官想要做更大的官 抢权 得罪力 制造仇人 有利益放到口袋 破坏自己的形象 当很多人都希望他下台的时候 他大官还能够继续做 利益都是别人的 荣誉是别人的 全力跟别人分享 大家都很乐于你在这个位置上 那你就永远在这个位置 所以想要永远做大官 就学老子的智慧 就可以永远做大官 所以我说老子是做大官的哲学 就是一个给的哲学 那就是永远做在第四条 而一部书叫做人物志 人物志这一部书呢 这个就是讲人事管理 怎么用人 怎么看人 那这就是第五窑的 国君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但这种能力从你第二窑就要累积 到了第五窑呢 那你成为天下所有人才的 这个任免的决策者 那你更需要具备这个能力 那这个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网站 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 在我的网站里面 有一个地方 其实都有 你们如果有那个手机可以扫描 可以扫描一下这个 然后在我的网站里面 这边有一个教学演讲的 视频 那这边有台湾大学的课程 我以前在华盆大学教书的课程 有些东方人生哲学的课程 有中国管理哲学的课程 像这些就是比较适合大家 这个可以看的 我刚讲的那个人物志 在这边就可以找得到 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现在手机是很方便的 可是我不知道在座书园 你们会不会操作 那有一个东西叫做 喜马拉雅收音 这个 喜马拉雅收音 这个 点进去 可以下载 点进去就到这个地方 那这边有很多的那个专辑 这个都是声音档 像这就是我讲的人物志 讲了很多遍 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讲这个人物志 点进去 点进去就可以收听 可以收听 好再回来这里 不是讲说 这个人物志呢 是 第五遥的引导者 一定要绝对精通 用人用错了 天下就乱了 用人用对了 天下就好了 那你就得看一眼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入世哲学里面的法家哲学 其他的哲学的一个 特点 差异 就是说 这个 儒家哲学 是追求 儒者他自己人生的成就 然后呢 完成了 天下的 事业 法家哲学 他只追求国家的成就 个人成就不重要 个人只是国家的工具 战争的时候 你是士兵工具 平常的时候 你是农夫 生产粮食 才是工具 只有国家才是目的 所以法家哲学这个思想 跟现代企业的管理 会不谋而行 企业只追求企业的利润 企业当中的任何个人 没有办法为企业创造利润 你薪水就很低 有办法为企业创造利润 你薪水就可以高 跟你的道德啊 学问啊 学位啊 都没有重要的关系 谁引荐你进来的 这些都不重要 企业只管你 你的业务能力 来算薪水给 好 但是呢 大家会觉得那这样会不会很冷酷无情 要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法家讲话 法家诞生于什么 春秋战国的时期 那是什么时期呢 战争的时期 那国家如果打败仗会怎么样 国军被杀 士兵被杀 老弱妇如成的奴隶 家园田产变成什么 变成财产 那如果打败仗是这种结果 能打败仗吗 不能打败仗 虽然很多国军都打了败仗 结果国家就被灭了 好 如果不能打败仗 那国力就要强盛 所以法家追求的就是 这个 国富兵强 国家要富裕 军队要强大 然后能够打胜仗 然后不要使自己死掉 财产被抢走 老婆小孩变成人家的奴隶 在战场上 那如何达到这个效果 就是所有的人只干一件事情 就是做国家的工作 这个国力才会抢生 士兵打仗 贫民百姓呢 耕田 种田 创造粮食 国力才会瞬间强大 然后呢 言行重罚 使得不敢 越雷迟一步 不敢为恶 然后呢 这个 有功 奖赏 所以可以呢 为了奖赏 为了奖励 这个赔本的生意没人做 沙头的生意有人做 为什么 他有利益 所以 重罚 所以法家的出现其实很合理 不是说什么对不对的问题 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 他的出现很合理 因为他面临了生命的某种特定的需求 所以法家是什么 也是非常入宿 我只要强调就是 他也是非常入宿的这个哲学 好 那么法家很入宿 那有没有出宿的呢 有 我就要跟大家介绍 出宿的哲学 这些入宿的哲学啊 是为了世间法的目的而建立的哲学 但是有一个背后的深刻的道理 就是世间法你要操作得好 要有一个出宿的心 反而才能够操作得好 否则所有入宿的哲学呢 都会因为你过于执着 而这个入宿的哲学呢 只有做不好 便洗 走位走样 但儒者就是要为天下服务 但儒者常常在为天下服务的时候 计较自己的名分 权益 功劳 贡献 结果变成一边走走位天下服务 右手在跟同事讲权利 讲功劳 从百姓的角度你是个好人 从同事的角度呢 你是个夺权者 那你到底是在扮演 照顾百姓的儒者 还是跟同事抢夺利益的强盗呢 所以 做一个儒者 服务的人生观 很好 但你如果没有一种出世的凶宝 服务的人生观 是因为群体性的需求 因此我来做官 但是做官的目的是 为了服务 而不是为了自己 如果想的都是自己的话 自己的利益会跟天下人的利益发生 冲突 这个时候呢 你的角色扮演 就会虚伪 所以如果同时有一个出世的智慧 就是 为群体服务是唯一的目的 为自己呢 我最好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最好像庄子一样 不必负那么多责任 我最好直接过第六摇的生活 形象良好 社会地位崇高 然后可以做实战事业 然后不必管这个 一些琐碎的 例行的 平常的事情 那你就不会 拿着社会组织的身份 去为自己谋私利 那搞的公家的事情 很难做 你做公家的事情 只是想让事情办成 而不是自己额外要得到什么利益 那事情都很容易做 因为道理逻辑很清楚 所以 我自己过去也常在学校做行政主管 然后呢 也做学术研究 也写很多文章 这样子 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 老师做行政主管 同时能够做学问 那个秘诀就在于 当你做行政主管的时候 你并不是以找别人麻烦为目的 很多人做官就是找别人麻烦 为什么要找别人麻烦 因为找别人麻烦 自己就可以少做点事 找别人麻烦呢 自己可以多得一些利益 所以你是为了利益而来做官 你是为了不做事而来做官 那不是很矛盾 但人性常常是这样 做官就是来做事 来服务 不是来找同事的麻烦 也不是来找社会大众老百姓的麻烦 否则你就不要做 大家都没把这个道理想出 你要从第一摇到第二摇 首先就得过一关 做第二摇 做官就是来服务 而不是借由这个官位 来追求自己的私利 否则你肯定做不好 跟别人斗争 付出的就是心理不健康的代价 情绪起伏的代价 身体不健康的代价 你60岁退休以后呢 因为心情不好 心理状态不好 还有很多仇人这样子 整天担心害怕 你身体肯定不好 所以做官就是要来做事 为别人服务 不是做了官 然后可以不做事 你为了不做事 花的脑力 比你做事的脑力要花太多 做事 不过细细刷的事情就做完了 不找别人麻烦 细刷两下事情就做完了 正是不做 为了表演 处在那个地方 生气生个三天这样 让人家不可以不必找人 做事 你生气生了三天 你消耗了体力 消耗了多少 你破坏了多少人际关系 你丧失了多少好的机会 丧失了多少 露出灿烂的笑容 露出灿烂的笑容 你才会越长越好看 然后生气了三天 你会越长越丑 长得像那个老虎一样很难看 所以要让自己变成态 所以 入室的生活里面 要有出世的心态 那个角色才能够扮演正确 否则呢 入室的生活里面 没有出世的心态 入室的世间的角色 变成为自己的利益 而扮演那个角色的话 那你其实就是在 在消耗生命力 在破坏自己的心理健康 跟身体 好 所以我们需要有出世的智慧 出世的智慧呢 有三行 当然不止在地球上 在人类的文明上 还有很多形态 那我的专长是中国哲学 所以我用中国哲学来讲 庄子的个人自由观 人活着反正最后会死 所以呢 前半段工作后半段快乐 因此在前半段工作的时候 他也不是以做大官为原 前半段工作的时候呢 还是以自己能够获得温饱就好 还是以快乐为原 庄子哲学就是快乐的哲学 有足够的薪水 我过简朴的生活 就可以非常的快乐 那我不需要去抱人家的大腿 然后去表演 然后去委屈自己 然后就快快乐乐自在的生活 我绝对不会羡慕别人过了富豪的生活 也不会羡慕别人掌握天下权力的生活 我觉得我每天可以看我想看的戏剧 可以写我想写的小说 可以弹我喜欢弹的吉他 可以这个去我喜欢的美丽的风景的地方去跑步 然后呢可以跟气功师傅练气功 这些事情觉得太美了 太快乐了 为了追求这些东西 在职场上最简单的角色 有几个薪水让我有饭吃 对得起这个家人 这样就 这个人从头到尾自 但请注意 他就不是第六摇 他是第三摇 因为他就是追求个人自己 也没有打算为天下人 也不曾经为天下人 所以不会有什么崇高的这个良好的形象 社会的地位 像第四摇第五摇退休以后做慈善家 或者做宗教师 宗教师呢 站出来就是在群众面前 牧师神父 这个比丘比丘尼 一站出来就是在群众面前 他就是别人的典范 那这种庄子形态 他没有必要站在群众面前 他气功练得很好 人家想要找他 就要气功 那是人家来找他 不是他自己要站到群众面前 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一个形态的出世的类型 另外两个形态的出世的类型 一个是原始国教 一个是大圣国教 我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这其中的这个差别 这个差别讲完我们就休息一下 大概再讲十分钟我们就休息 这个差别就是 原始佛教呢 就是发现就是说 人活着 追求什么东西 只要你是因为私欲而追求的 你最后都是会因为得不到而痛苦 求不得爱别离 怨真慧 这样子 然后呢 人的生命呢 既然你追求什么 都有这么大的痛苦 那人应该离苦得乐 不让自己有痛苦 那离苦得乐 那第一步 放下所有欲望 酒色财气 名利 什么什么的 这些欲望你给他放下 你不追求 你不追求就不会因为得不到而痛苦 你不追求就不会因为得不到而痛苦 放下这些欲望是这个离苦得乐的消极步骤 还有积极步骤 积极步骤就是修行 所以原始佛教有很多苦行的修行的方式 比如说出家 出家 出家不是住到寺庙 出家是离开家庭 离开所有的房屋 也不进房屋了 睡在树下 不过我要做个说明 因为那个地方是印度 印度每天都是夏天 所以晚上在树下睡觉 不会怎么样 你如果到蒙古 到北海道 你在树下 一年当中可能有一两个月可以吧 其他十个月你在树下来睡 第二天早上就变成冰块 所以当然不可能过那样的生活 所以也配合那个气候的关系 但总之呢 就是要苦行 出家 不睡在床铺上 然后呢 不吃好吃的东西 吃人家剩下的食物 所以起食 就算起食不到呢 会饿死吗 其实也不会饿死 我们往高雄走 那个水果不是又大又甜 再往赤道走 水果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水果 那猴子吃什么呢 猴子又没有厨房 不用炒菜 猴子就本身都有东西吃 所以我们像 就是动物吃水果 还是这样可以活很久 还是这样可以活一辈 搞不好非常健康 活更久 所以就是 就是离家 然后起食 不追求好的生活 苦行 那当然还有包括一些身体的锻炼 观念的一些建构 那最终追求的一个生命 就是阿罗汉 永生不死的生命 因为印度 在佛教出来之前 所有的宗教的背景的知识 都理解一件事 生命是不断的轮回 不断的轮回 然后呢 可以追求一种境界 就是不再轮回 然后呢 永生不死 长生不死 那就是阿罗汉的火会 好 这样就不会有烦恼 不会有痛苦 因为活着呢 追求很多东西 都得不到 因此会痛 那为什么得不到 一个原因 一个理由就是 一切每天都在变动 所以呢 你跟这个人相爱 结婚了 老了他要走 你如果舍不得这件事 没有理解 一切每天都在变动 那就爱别人 你有痛苦 好 然后呢 你因为不懂事 跟别人起冲突 然后呢 他就在你旁边 这样子 然后下次调单位 他还是跟你同一个单位 再下次调 他又跟你同一个单位 怨真会 这样子 所以人有欲望 那就抢了别人的利益 别人就跟你成为仇人 而仇人呢 就是常常会碰头 这样子 所以人生有种种的痛苦 这些痛苦就是不理解 其实一切都是变动的 不宜 都是随缘来来去去 不断的变动的 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 就是随顺因缘 不要强求任何东西 求不得 你有个无所求 那结果就是最好的 这个生活的这个样探 那然后再加上一些苦行的修行 那你就可以离苦得乐 大圣佛教跟原始佛教 最根本的差别就在 第一 这个大家都是理解轮回的生命观 但在我目前的生命的阶段 我要去这个离苦得乐 出家苦行 这是一种修行方式 但不要忘了同时 去帮助别人 也解脱他的痛苦 也就是说 我自己修行 得阿罗汉果位 是我的目的 但他只为了我自己 不要忘了别的众生 不要忘了别人 也活在痛苦的生命世界里 所以带领他们出离 那会这样讲是因为归根结底 我的生命 跟所有的众生的生命 是同体的生命 照理说我会对别人的痛苦 感同身受 因为感同身受 所以当我解脱了 而他还没解脱 我也不算完全的解脱 所以 我一边追求自己的解脱 一边要帮助别人 也解脱 也因为这样子 结果发现就是说 我过简朴的生活就好 我不一定要去做苦行的修行 意思是说 我花那么多力去做苦行的修行 这其实也蛮耗成本的 财法履地 然后呢 帮助别人过智慧的生活 这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呢 要做很多事情 才可以帮助别人 这个从最痛苦的泥脑里面 拯救出来 那 所以我可以不必那么急着自己去苦行 但是呢 有很多别人目前的痛苦呢 是很严重的 那 这个 我往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多走一步 固然对我自己有利 可是呢 很多人活在很痛苦的泥脑里头 地狱恶鬼畜生 或人间有很多痛苦的事 我花一点点力气 可以让他们 离苦得乐 计算一下 我应该先花这个力气 让别人离苦得乐 大于我自己 往苦行 然后集成阿罗汉果位 的价值 但是为了要帮助别人 我必须要有能力 能力就必须要学习 那这个学习呢 就是 学习 然后帮助 那这就叫做菩萨道 自己不断的学习 过简朴的生活 然后创造社会好的福利 为天下人 让别人呢 解脱通 那这个 原始佛教跟大圣 说实在最终的目标也没什么差别 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个呢是 入世修行 帮助众生 一个呢 就出世修行 自己赶快 那不过我们今天的时代 大概几乎 即便是原始佛教的传统 像什么南印度 或泰国 我觉得他们也强调入世修行 也不是说只求自己赶快 成阿罗汉果位这样 那后来佛教的经典 大圣的经典 一开始批评阿罗汉 后来也发现说 其实不用这样批评 阿罗汉一样可以成功 阿罗汉务后起修就好 那一个人呢 这个 能够达到阿罗汉的境界 那也是太高太高的境界 也应该获得我们的尊敬 也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反正呢 就是大家的选择 选择走菩萨道的人就是 我现在就是入世 帮助别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我自己 那选择那个 这个原始佛教的道路 那就是我现在 你先把自己收敛起来 我先把自己建立 在我心境还不是很够的情况下 我先把自己做好 也是非常重要 好 那这个我想我们修习一下之后呢 之后 这个剩下的时间 我再跟大家讨论什么 就是那个 大圣佛教有一个叫二入世行的观念 是我认为最好的观念 最好的一个 这个修行的观念 那待会再跟大家介绍 或者你们有问题可以讨论 跟我讨论 那因为我有在录音录音 那90分钟一定要停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好 我现在有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刚刚所说的 入世的所有的事业 都需要有出世的精神或智慧 那才能够处理得好 否则你就会执着某些东西 就会忘记了 真正的目的 其实只是服务 我刚刚讲就是说 入世的 体制内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就是 入世的类型就是要服务 服务的 我们为什么要体制啊 群体才会形成体制 体制就是制度阶级 那群体干嘛要用体制来束缚自己呢 不是要束缚 是要服务 那大家有需求 要有学校 那才有人教小朋友 那不能够都是一对一的教 能够有一个好老师 可以一对十一对百 一对千 那不是大家很省事吗 所以 需要体制 但体制就是拿来服务 但是人们的生命里面呢 常常会忘记 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前面要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生命的意义在什么 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就讲 这个 有些人就是没有去反省生命的意义 他就 随便过随便过过了一辈子 通常就是我讲的第一遥的人 有些人开始反省生命的意义 就发现就是说 生命呢就是要利益自己 那就进入到什么 功利的境界 所以做什么事情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这一点其实呢 会有矛盾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为别人的利益 这个天下一定起冲突 一定天下大乱 所以他没有办法普遍性 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的人 看到别人呢 不为自己利益 为公义在做 就觉得这些人是傻瓜这样 但问题是他能够自私自利 是因为有很多人傻瓜 而且傻瓜的人比自私自利很多 否则天下就大乱 就是发生战争 所以功利主义 其实没有办法普遍化 后来人民就更高提升理解 道德为目的 就是服务的人生观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可以理解到道德的这个境界 所以呢 这个要帮助别人 最后就发现就是说 这世界是有天有地的 有太阳有星星月亮 有宇宙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宇宙的世界 原来这个世界存在的 根本的意义 其实应该就是 为了让人们过好的生活 所以人生应该以服务为目的 让所有人过好的生活 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 所以当我们去服务别人 让所有人过好的生活 这种行为 就是天地存在的目的 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 知道我做好人做好事 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 就是天地的境界 你这个人做的事情 不只是人道 还是天道 你福音天道 而不是只是说 我人觉得我愿意为别人服务 你愿意为别人服务这件事情 就符合天道的本身 那就是一种透彻的了解 透彻的了解 所以呢 道德境界为别人服务 而不要公立境界只为自己 那会冲突 道德境界为别人服务的时候 你要知道 是符合天道 符合天道呢 就专心去做 道德境界的事情 有些人呢 根本还没有上升到道德境界 还在公立的境界 所以当他在入世的生活里面 不管他是第二摇还是第四摇 他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那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其结果就是发生冲突 不快乐 有仇人 痛苦 心理痛 导致身体疾病 然后呢 这个后面就很不好 所以 第二摇以上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或者追求自己的快乐 都好 永远要理解一点 就是不要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 不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呢 就是有那种出世的精神 所以永远要有这个 出世的精神 才会是好的 那因为有出世的精神 我们再看一个观念 就是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那这个观念就可以说得很清楚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是善呢 利人利己就是善 群体的 群体的就是 藉由群体的体制 让大家过好的生活 让大家过好的生活 就是利他 这就是善 但利他就是利己 所以利他又利己的行为 就是善的行为 或者是说 我其实目的是为了利己 但是呢 我的利己呢 必须以利他为全力 利他我才能够利己 那这样子的一个利己呢 还是有利他的意义在 而且利他的意义呢 分量呢 不少于利己 这都是善的行为 那既然善的行为是这样 恶的行为是什么呢 那很清楚 就是损人利己 你为什么要损人 因为你想要利己 所以这前面我们讲的功利的境界 就有可能损人利己 损人利己呢 那别人也损人利己 天下大乐 但是损人利己呢 就是恶 那找再多理由 合理化 找借口 都还是恶 所以什么是恶呢 损人 为了利己就是恶 但是恶人很容易找很多的借口 好 我是不得已啊 我不是要损害别人或干嘛的 其实那都是找借口 好 还有一种人 利人利他 可是会损己 为什么需要损己才能够利他呢 资源匮乏的时候 占负的时候 资源就是这么少 只剩下一口饭了 让给别人吃自己就要饿死 他居然让 这是利人没有做 但却损己 那这就是超越了善的境界 这圣人才能够做得到 民族英雄 杀身成人舍神 宗教师 承担众生的苦难 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那是圣的境界 那么在 这个 资源极度匮乏的时候 立即不损人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损人 但只有剩下一口饭 我必须给我儿子 我没有办法给天下人的儿子 那我们也不能够怪他 那就是真而已 那关键是什么 为什么会搞到资源匮乏 那就是 在此之前 损人立即的事情 做太多 结果就是社会崩溪 资源匮乏 所以变成 要么少数圣人 损己立人 但绝大多数人都只能立即 虽然不损人 但其实可能也会损 但目的不是为了损人 所以我们不能够责怪 可是这个社会还有另外一种现象 当资源不匮乏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时代就是资源不匮乏 人们可不可以做立即而不损人的事情 什么叫立即而不损人的事情 我们说善的事情是立人立即 你在公司里面工作 扮演好你的角色 把事情做好 那就是立人立即 但我现在呢 我下班了 我去听音乐 我又不损了 但我立即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 做立即的事情 也要做 立人立即的事情 有时候你可以做损己立人的事情 损己立人不一定要牺牲生命 损己立人就是你少拿一点利益 就好了 所以呢 立人立即是中间的 然后呢 立人损己是圣人的 这些都对 还有一个不损人立即 这也是对的 这样的人生也是好的 只要你不是碰到 极度资源匮乏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个立即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追究 这就是一种真嘛 真 但是有一种人干的事情 是损人又损己 有恶念 又不知道这种事情做了 伤害别人又伤害到自己 那就是愚昧至己 所以我们要开明智 不要做到 愚昧至己的 这个境界 愚昧至己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也想讲给大家听一下 就是在我讲二入私行之前 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善恶 这样看就知道 我们讲人生的境界 人生的目的 没有反思 有反思 但是是功利 有反思 不是功利 是道德 有反思不仅是道德的 而且是天地的 那这就是透彻的两种 好 儒家道家佛教 都是深刻的哲学 各位伯母你们想想看 你们觉得生命是绝对自由的 还是有一定的限制 通常大家会理解到 都是有一定的限制 我出生在什么时代 什么家庭 我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从小身体健康还是不健康 从小牙齿好还是不健康 可以改变 当然有很多事情 随我的努力可以改变 但确实有一件事情 不随我的努力 可以改变 譬如说我就是 我这个爸爸妈妈生的 这个不是我的努力 我这个爸爸妈妈就脾气好 运气好一点 我爸妈脾气不好 运气不好一点 所以这些命运的限制 每一个人都有 儒家道家佛教都看清楚 有这个命运的限制 那儒家认为这个命运的限制 是没有原因的 就是阴阳五行造成的 你就是禀受了这样的生命 所以孔子呢 命很轻但是不富贵 言回呢 也是命很轻 而且还夭受 短命 对大家弃禀不同 那没有什么原因的 就偶然的 但是呢 面对命运的限制 儒家就是用服务的人生观 命运的限制不重要 我是什么样的命运的限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有没有人生的理想 有没有道德的自觉 就是前面所讲的 道德的境界 找到了道德的境界 道德的目的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人生就有出路了 就是使命感破解掉命运的限制 儒家就是这样 所以儒家不管我出生什么 人每一个人就是要服务的人生 人生就是以服务为目的 只要你开始过服务的人生了 你的人生就有意义 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道家以庄子为代表 是有命运的限制 人出生就长得很丑 人生长得很帅 有出生富贵 出生平寒 这个都是有限制 这个限制同样的 也是没有 造物者 泥土一撒 撒到哪里 落到哪里 变成什么样 没有刻意要对你好 还是对你不好 所以不必抱怨命运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当造物者在撒泥土的时候 对造物者来说 一切的泥土地位都是平等 因为你根本上只是泥土而已 所以富贵、贫贱、美丑 都是什么 社会世俗的眼光 其实并不是造物者的立场 造物者是没有立场 也没有这些分辨 所以你觉得命运还是命运 就是因为你自己用社会世俗的眼光 用入世的哲学 世俗的价值 才会去看命好跟命不好 庄子哲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会死了以后都是泥土 当你是泥土的时候 你的泥土跟董事长的泥土一样 都是泥土 所以在你没有变成泥土之前 作为人的时候 你跟董事长也没什么差别 你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这种高下的分辨 你有任何高下的分辨 就是你已经落入了世俗的观点 如果从造物者的观点 那根本对他来说 这一切都是平等 所以不要用世俗的观点 你就解脱了 你就自由了 你就自在了 你要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 爱吃什么衣服就吃什么东西 不必觉得说人家吃什么我就得吃什么 人家开什么车我就得开什么车 人家穿什么衣服我也得穿什么衣服 这样 人家念什么大学我也得念什么大学 都不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生命的意义 一个人可以这样子 当一个人不能够这样 他就会假装跟别人一样 假装的时候就是很 就很矜持 自己过得很难受 别人也觉得跟你互动很麻烦 你就是装成这样 所以装子就会让我们 放下矜持 放下矜持 自在这样子 那这就是一种智慧 那儒家呢 用使命感 服务的人生观 这是什么 自我期许 然后还有佛教 佛教也是知道有命运的限制 但儒家跟道家庄子 这个命运限制的行程都是没有原理的 至少跟你自己没有关系 因为佛教 把命运的行程 认为是有原因 跟自己有关系 这个跟自己有关系呢 就是因果业报轮回 基本理论就是这个 轮回的生命当中 因着你自己的因果 你做了什么事情 那些事情呢 其实都是做在自己身上 形成你自己的业力 然后呢 这个 变成你的命运 所以命运的限制是有原因的 所以 各位朋友 这个差别很大 儒家跟道家都没有讲原因 都是没有原因 虽然没有原因 有限制 虽然有限制 但是有出路 儒家的出路就是服务 找到我生命的使命 庄子的出路就是 我根本不用别人的眼光来看 我自己当下就自来 佛教的出路也有出路 但命运是有原因的 因为既然有原因 你找到那个原因 那你就能够在原因处下手 既然是因果 那你就知道善因善果 就会有善果 至于过去的因 过去的果 始终会成熟 始终呢 你得这个承担 既然始终得承担 来的时候承担就好了 也不必在意 那就放下 所以呢 就是因果业报的一个 觉悟 所以 对自己的命运 或者是个性 其实都是自己的习气所形成 而我们的个性呢 就将形成我们的命运 对于命运好坏完全在于个性 而今天早上才看到一个 那是微信还是line上面的一篇文章 就是说 注定会发生的事情 影响你的 这一个命运的 其实只占10%的因素 90%是大件事情发生以后 你的处理的态度 你的处理的态度 你可以处理的很好 没有厄运 可以处理的很差 导致厄运 本来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或者 突如其来的很坏的事情 也看你处理的态度 你可以用很好的态度去处理那些很坏的事情 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重 你也可以用更坏的态度去处理那些很坏的事情 就使得自己命运更加的气 关键还是在于后面的处理 那你说命运有限制 就是那件事情发生 可是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你后来的新的发展 你占了90%的决定的力量 决定于你的处理的态度 你突然被人家欺负 就你拿刀子去杀人 那你命运会更欺负 突然被人家欺负忍下来 你更加努力 成就更大 超越对方 结果你赚到更多 这都是我们后面的反应 所以固然因果业报 决定了命运 但是你每一辈子 当下的念头 最后智慧要开悟 才真正决定你的后来的更大的 更长时间的命运的结果 所以人一定要理解 要觉悟 要学习 好 那如果是站在佛教的 这个因果夜报 轮回的生命观上 那应该要怎么来 进行创造好的命运的修行呢 禅宗的达摩祖师 有一篇文章叫二路四起 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呢 既站在因果夜报轮回的 这个佛教世界观的基础上 又站在这个原始佛教 舍离欲望 甚至某种程度的苦行 而追求永生不死的 生命的道路上的修行方法 甚至同时也是站在 大圣佛教 救度他人提升自己的生命 的形态的修行方法 就这几个重要的面向 他都包括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套 这个修行的理论 这样子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入道 有两种 理入行入 理入就是道理上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行入有四种操作的方法 理入道理上要了解什么呢 韩生就是所有的生命 同一个真如自信 都是有佛性的 只不过后来 你碰到什么事情 你怎么反应 形成了自己的习气 习气就是你固定反应事情的个性 这个个性可能是 看别人穷就轻视人家 看别人地位低 就顺便欺负他一些 或者是看别人需要帮助 就积极的帮助 看到别人就笑脸迎人 跟人家讲话 愿意去搭理人 而不是不愿意理人 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样态 形成的习惯 那就会形成我们的命运 那如果总是一些不好的习惯 就会有不好的命运 就把我们的那个智慧给遮蔽 智慧就打不关 本来大家都是很有智慧 各位朋友 我给大家考试一下 什么叫智慧 那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讲 智慧就是没烦恼 没烦恼不是傻乎乎的没烦恼 那是你处理很多事情 面对很多事情 你都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不会不愉快 不会有烦恼 当然是你对环境失控 生气是对环境失控 生气处于没有智慧的状态 失控了 这件事情超越你的能力能够承担 失控了生气 这件事情我没有能力处理 能力不够 过不了关 烦恼 那也是没有智慧 所以什么是智慧呢 智慧就是没有烦恼 能够处理 生活上所有的事情 那你要有这样的智慧呢 首先你想要处理的事情 不能够是损人力竟 不能够是贪欲过剩的事情 那矛盾嘛 所以利己人家也会损你 结果你得不到好处 贪欲过多你承担不了 结果你也成功不了 所以不能够有一些矛盾 你做的事情呢 要合理 选择要做的事情 合理 然后呢 你有种种好的个性 就能够让自己生活上 都处于智慧的状态 所以智慧打开 就是领入 智慧呢 就是看所有的事情 来龙去脉 清清楚楚 知道怎么处理 不会烦恼 永远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 这个人就是有智慧 常常处于生气的状态 生闷气或大发雷霆 或者是觉得事情没有办法做 这都是有烦恼 烦恼就是智慧不够 我们现在要学习打开智慧 四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就是暴冤起 因果夜暴 轮回的观念里面 突如其来的不好的事情 就这样子 处在那里 然后呢 过不了关 过不了就过不了 被人家臭骂一顿 臭骂就臭骂 莫名其妙 损失了一大笔经典 损失了就损失了 这叫做灾害控制 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 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如果别人骂你 侮辱你 然后你去反应 再去骂他 他会骂你更严重 你又骂他更严重 他干脆拿刀打杀你 拿石头丢你 拿棍子打你 结果你死得更惨 别人无缘无故的辱骂你 那件事情发生的当下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这是报冤起 不要报复世人对我们的伤害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你就过关了 你把它当作反正过去 可能自己也干了一些事情 所以招来业果 这样就好了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许不是我们的原因 也许是别人现在正在制造恶缘 但即便如此 我也没有必要去计较 为什么我要计较呢 我装子我就不计较 我不是装子我就会计较 我明明这么好的人 你破坏我的形象 像我在人家面前 那脸怎么摆啊 那你就还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自己 你怕别人因此误解你的脸怎么摆 你还是用世俗的眼光来评量自己的生活 你管人家怎么看 说明人家根本不是这样看 是你自己担心人家这样看 不理你以前做了这么多好事 为什么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而人家就会认为你是坏人 你显然对自己做了好事 不够信心 这都是恶性的循环 一切把它放下 别人突如其来骂你一句 不该你承担的这个事情 他骂完这件事情就已经结束了 反正他骂错了 我不要因为这样制造更多的恶缘 使得我日后要承担更多的夜报 都无冤寿甘心忍受 笑笑的就过去 这就是修行 这是定力 我那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清楚 灾难发生的当下 那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之所以那件事情没完没了 都是我们的错误的反应 错误的反应就是你要去报仇 不错误的反应就是 就结束了 该收拾就收拾 那该多赚钱就多赚 该多付钱就多付钱 该上医院看病就上医院看病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情绪上不就报复 发生了当时就结束了 这才是最高明的灾害口 所以不要报复就是事业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 其实你以前也干过一些好事 这样子 那你没有很用功读书考试就过关 或者是 你就是娶到好太太 嫁到好丈夫 各方面的 突如其来 突如其来的好事 突如其来的好事发生了 就让他发生 但是呢 他不会每天都发生 最好的例子就是守株待兔 那你坐在那边 纳凉 既然兔子跑过来 让你自己抓回家 但你可以放下 那田里的火每天 蹲在树下纳凉吗 不行 不会每天都有好事发生 好事发生了跟没发生都一样 你还是要过每天该过的 做每天该做的事情 人生就是要做事 所以不要兴奋 这是你的福报 那因为有一些特别的好事 骄傲 盛气的 就为自己带来坏事 好这是第二招 第三招呢 不要参求 这是别人 每个人每天都应该工作 碰到突如其来的侮辱 不去反应 坏事 发生的时候就结束了 每个人每天都应该工作 碰到突然的好事 不劳而获的好事 好你就接受它 也不用抗拒 但是呢 你不会因此停下手边的工作 你还是做自己手边的工作 好 又回到做你自己手边的工作 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做工作一定是在群体 在体制里面做某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来服务群体 好 那 那是你的工作 你一定有薪水 所以呢 你拿了薪水 因此你该做那种事情 不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或者利用做这件事情的职权 跟长官要挟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利益 藉由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主管的角色扮演 跟自己的同事压榨 压榨 压破别人的气焰 去盛气凌人 去压破自己的部署 然后要挟更多的私利 做事 目的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身 你该拿的薪水已经 不要贪求额外的东西 不要因为长官叫你做这件事情 那你要长官对你更加的好 如果没有对你更加的好 你就不好好做这件事情 请注意 你已经领了薪水 所以做一件事情的目的就是 自己的本身 不要贪求额外的东西 额外的东西都不是你的 都是别人的 你可以贪求没有错 但佛教的理论就是有因素 你贪求了别人的 人家甘愿吗 人家不甘愿 是不是也会来抢搏你的 甚至你为什么突如其来 会失去一大笔 突如其来 会被人家恶言相向 突如其来会摔倒 受伤、重伤等等 很可能就是因为 明明当中的缘分的力量 所以不要贪求额外不当得的东西 做一件事情的目的就是 那件事情的本身 叫做无所求 好 既然是无所求了以后呢 那最后呢就是 所以呢 你就活在一个 每天都在工作的状态里面 别人找你麻烦你也不报仇 所以你不会有新的麻烦 而别人找你麻烦的时候 也是突如其来 你也没从准备 所以你也不用去准备说 人家会突如其来找你麻烦 所以你没事了 突如其来的好处 你接受就好了 你不会因为这件突如其来的好事呢 然后去开始过放纵的人生 所以你还是过原来生活 所以也没事 做每件事情就是专心做那一件事情 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额外要求什么 所以你又没事了 所以一个人在职场上工作 可以让自己很轻松 因为工作就是不找别人的麻烦 就是把事情做好 你就会剩下很多的时间 这些时间就来做 加紧 为自己制造更多福报的事情 这些更多福报的事情呢 有布施啊 持戒啊 忍辱啊 精进啊 禅定啊 智慧啊 都可以 大臣佛教有六度 跟四色这两个理论 这两个理论呢 就是刚才所讲的第四个 乘法性 多做一些增进自己福报的事情 六度就是六类 四色就是四类 我们讲不知 法不失 财不失 无畏不失 法不失就是 讲好的观念给别人听 财不失就是 乐捐捐钱 金钱的支持 无畏不失是 当别人发生重大的痛苦困难的事情 有所畏惧的事情 挺身而出 而不是逃掉了 这个时候是对别人最大的帮助 最大的帮助 井上天花 没意思 雪中送炭 还是重大 无畏不失 爱语 是说好话 鼓励别人 而不是谄媚 更不是吹捧 你要害一个人 就捧他就好 捧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自然会干一些蠢事 把自己给害死 那个是 那个是 那叫 妄言 那叫做 遗语 那个不是爱语 爱语是说鼓励 说好的话 立行 做 立意众人的事情 立人立己 甚至立人神己 同事呢 同事呢 就是一起做 陪伴你做 带领着做 好 大圣的这个六度呢 不失慈戒忍辱 精进禅禅定 智慧 忍辱就是前面一开始 抱冤邪 你有那个修养 厄业来了 厄业是突然来的 所以你无从防范 因此你不必花一秒钟的时间 就是防范他 二月来的时候 你有那个修养 你不做反应 他来的时候 就是他结束的时候 各位朋友 这一章很厉害喔 学起来 他来的时候 就是他结束的时候 只要你不做反应 所以你为他不花一秒钟 你也不必准备 我们说 下大雨啦 我们要买沙包 防堵免得那个 合体衣会 平常要做很多的准备 出如其来恶业 你无从准备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你就是日常生活 过你每天该做的事情 他来的时候 你不反应 就结束了 承受就好 这是忍辱 好 持戒呢 持戒跟 布施持戒忍辱 我们小学生的时候 都有考试的经验 布施的考试 是什么呢 是老师今天上课 同学你们什么时候学会了跟我讲 我来给你举行测验 就是你会了以后你才考试 这种考试很容易 持戒就是 各位小朋友 每个礼拜最后一天 我要考试 每个月最后一天我要考试 之后到的时候你一定要会 有一条界限在那裡 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忍辱 要持戒 忍辱就是什么呢 各位小朋友我已经上完课了 我随时抽考 那很痛苦 当天回家就得全部把它背下 而且每天还得复习 老师随时抽考 所以你必须已经具备了那个能力 要办法过忍辱这一关 大臣不要修行的 精进 多做一些事情 念经啊 打坐啊 精行啊 禅定啊 禅定就是打坐入定 智慧就是用你的智慧 去应付所有的事情 好 这些就是这个 大圣佛教的这个 修行的这个理论 二入四行 二入四行里面的这个 乘法行 修行六度 而无所行 是为乘法行 就是无所求 那这样的一个观念 你可能现在是个老师 也可能是个警察 也可能是商店的老板 或者是店员 都做自己每天该做的事 如其他坏事不反应 如其他好事呢 接受 还是继续工作 做任何事情呢 把那件事做好 不要因为我今天多买了些什么 要挟老板 你要给我加薪 或者是 你要对我好 你不对我好 明天那个客户来 我凑着一张脸 那客户就走了 赚不到那笔钱 这些都很不好 到乘法 这个 无所求 然后呢 自己有时间呢 就多做一些 对自己生命有意 讲好听的话给别人 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就支持他 也许是金钱 也许是观念 也许就是 站在他身边 出力 帮他去沟通一些 什么事情 那这样的人生 就是很好的人生 就是既入世又出世 这样的人生呢 自己不会找自己的麻烦 然后呢 更不会找别人的麻烦 我过去做学校行政主管的经验 我同时还有很多 写文章的任务 读书的任务 通常人家会认为 做教做老师 要当行政主管 一定影响你的研究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 没有什么好影响的 因为做决策 是一秒钟的事情 做事呢 其实都是行政同仁在做 也不是我们做 我是做个决策 就好 所以我发现就是 做官就是不要找别人的麻烦 事情就很容易做 很有效力 一件一件都能够做完 我们学校老师兼行政主管 事情还是行政同仁在做 不是我们在做 所以 愿意做事 入世 但是呢 不在这个世间呢 因为 什么 公立主义的人生 只追求私利 损人利己 所以公家的事情 其实很容易做 不会花你更 多的时间 那就是什么 有 有出世的心 然后 再入世 入世就是要服 体制 他的任务就是服 每个人在体制 就是服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角色扮演就是 服务的角色扮演 然后呢 因为服务 所以你必须学习 学习使服务变得更好 因为服务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因为服务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那事情就不断的进入 所以人生活的只有两件事情 服务跟学习 然后呢 这个 特别的基因 我也很少 都是跟伯母们一起上课 所以我也要明确的说 在我学习的所有的古今中外 所有的宗教哲学里面 所有的哲学都主张人有死后的生命 那佛教把这个事情进入因果业报如归的理论 来做一个理论的整合 所以大家都已经过了大快载我已行 老我已生的阶段 现在都进入了义我已老 最后要洗我已老 就这个义我已老 就是人生最快乐的节目 那我只是要提醒 要把握时间多学习 万般带不走 业是什么 能力 业就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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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个 你会做什么 可能都是很多次的累积 所以我说 退休以后 就是重新读小学的开始 为我们下一次的 这个生命的历程 追求更多更好的 这个角色扮演的能力 那这就是我把这个 我们中国的哲学 中华的国学 儒家的东西 道家的东西 佛教的东西 易经的东西 做一个整合 用出世的跟入世的 用这个基层跟高层的 用这个自由的跟命定的 这三个架构 把它做一个组合 那实验差不多 我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 那我刚跟大家讲 就是我下礼拜四 9月8号早上 这个 早上 早上9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演讲 也是免费的 欢迎大家来听 听我演讲的 不是不是 这边有弟弟 有没有 可以把它照相照起来 听课的也 也都是那个 酥酥伯伯阿姨 没有问题 我很论 因为我学校讲课 对象都是20岁的年轻人 这样子很好 所以一个道理 如果它是通透的话 那不同年龄人 听的都是有道理 这样才是对的 表示我有把 那个 书本上的东西学好 已经不了解了 没有讲轮回 是我把那个 佛教的轮回观 它放进来 有佛教就是讲 基督没有讲轮回的生命观 但是也有不少 相信基督 的基督徒 他们也相信了 也写了很多这一类的书 这可能是对基督教的解释 不过我不是研究基督教 我也不用在这里硬要讲什么 这样子 随人相信吧 随人相信 但总之呢 人有死后的生命 基督教一定是这样子 人一定有死后的生命 对啊 没什么问题 地铁就是复兴南路一段 305号13楼 就是在捷运大安站 下来 往复兴南路 往北边走 找到9点到12点 也是免费的演讲 欢迎大家来 就捷运大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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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这个演讲是一个月一段 欢迎大家 你们也可以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也可以找别的朋友来听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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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去吧 因为是我邀请你的 没有关系 去了以后再报名 以后留下资料 都可以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